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超级闪充双击板应该会突破50瓦 不过神医人表示这款新品不是Reno 2 也不是9月发布 呃 所以它是Reno 3吗 据市场电源机构统计的数据显示 Windows 10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50% 创下了新的里程碑 具体来说 Windows 10占有50.99%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Windows 7占有30.34% 排名第三的是Mac OS 10.14 市场份额紧占5.95% 不得不说操作系统的这块蛋糕 谁也不想从微软的手里抢走了 9月2号 华为中端官方微博宣布 华为畅享10Plus将于9月5号被CN发布 从官方公布的预热视频中可以看到 该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升降式摄像头 这也是华为国内首款升降式摄像头手机 得益于此手机正面实现了近乎百分之百的屏占比 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 当然最终的售价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我觉得它在1000元到2000元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表总问答你问我答 最近有网友问我苹果什么时候推出Apple TV Plus 据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将在11月之前推出Apple TV Plus 不够更多的细节以及最终的资费还不得而知 好消息是iPhone用户在后期可以免费收看一部分Apple TV Plus中的节目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福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